反馋一姐说,反馋一姐的大咖干货,不容错过,今天听倩姐给你说新加坡留学实战攻略的第20篇,新加坡高二高三,再读毕业学生的留学A水准的介绍。 A水准的课程类型分为理解与协作,数学,物理,化学,经济学,或者说是汉语言文学,二选一。 新加坡剑桥A水准的升学方案有,就拿到了新加坡剑桥A水准的考试呢,可以通过这个考试的成绩入学新加坡五所政府理工学院奖学金的项目,或者是新加坡四所公立大学,或者是海外的知名大学。 大学最录取的标准呢,是学生可在校内参加A level的课程考试,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学习状况,自由选择考试时间,考试科目,美门科目,美门课程可以不限次数重复考试,不再受到国内高考,一世定终生的困扰。 根据国际惯例,报考世界各国的高校只需提供三门课程的A level课程考试成绩证书,学生可选择每门课程最好的一次考试成绩进行报考。 全球不同的大学,不同专业的入学标准对于A level的成绩要求不尽相同,概括地说,学生至少学习三门课程,只要在两门课的考试中取得一,即可达到一些普通大学的入学标准。 而对于较好的大学,则要求学生们三门课的成绩应达到C以上,而对于世界一流大学,如牛津、剑桥、哈佛等名校,则要求申请学生的三门课程,成绩达到AAA或者AAB。 最后再强调一下,A学准考试可直接进入新加坡无所理工大学、四所公立大学和海外知名大学,其他也可以在屏幕下方的这些平台找到我们更详细的信息。 还想听更多吗?找我的微信二维码吧,这里还有很多小伙伴一起等着和你交流哦。 房产一姐说你不能错过的大咖十张攻略,让我们下期再见。